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如果英特尔希望在当今的晶片行业蓬勃发展,它可能需要调整其对领导力的定义。 英特尔执行长帕特基辛格对公司在计算机行业的历史作用有着强烈的意识,并且对领导力的回报有着敏锐的理解。 今年8月,当他宣布大规模裁员、暂停派系和削减雄心勃勃的扭亏为营计划的预算时,他直面失去领先地位的后果。 在分析师称之为公司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报告之后的电话会议上,他告诉外界, 他们从来就不是为效率而生的,他们是为了领导力而生的。 9月中旬时,基辛格与董事会会面,商讨如何节省资金,以确保他的付出计划顺利进行。 但是,据长期观察英特尔的人士称,英特尔管理层需要对领导力的含义有更细致的理解,然后可能据此改进他们的计划。 基辛格在他18岁时就加入了这家公司,但在2009年离开英特尔并成为EMC的高管时,这家晶片制造商正处于巅峰时期。 他的产品发表为整个计算机行业制定了议程。 他的处理器是几乎所有伺服器和绝大多数个人电脑的核心。 他的创新定义了技术的未来方向。 在AMD等竞争对手眼中,视为异常超高的市场份额,为英特尔带来了巨额利润和资源。 他利用这些利润和资源保持了核心地位。 该公司在研发和围绕其产品进行的工程设计方面的巨额支出,使得更换供应商的成本高昂且风险大。 英特尔的回报始终是业内最高的利润率。 当时,辉达和AMD等竞争对手一直担心英特尔会抢占其市场。 但现在晶片买家有了选择,而最终的转变是,英特尔需要这些昔日的敌人,因为他试图成为晶片外包制造商。 目前,其所谓的代工业务几乎完全依赖于自己晶片设计的订单。 一个习惯于定义客户产品,收取高价和大手笔花钱来压倒竞争对手的组织,现在需要学会将自己推销为合作伙伴。 毕竟,英特尔必须说服一群最终摆脱他阴影的持怀疑态度的公司,信任他。 拉拢竞争对手可能是其最艰巨的任务。 丹佛NCS Capital基金经理John Bathgate表示, 这些竞争对手公司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遭受英特尔打击,现在他们看到了一个可以全力以赴的机会。 基辛格对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回答是,如果他在技术领域拥有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他的客户,甚至竞争对手都会给他下订单。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一直看好新型VIPC晶片的前景。 但基辛格也承认,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伺服器产品需要更长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生产被称为AI加速器的晶片,汇达在这一领域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订单。 但Cinovus Trust基金经理Daniel Morgan表示,在资源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追求如此多艰巨的目标,进展迟迟未见。 英特尔的收入较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30%以上, 债务超过500亿美元,现金流已转为负值。 英特尔不应该追求多个极其困难的目标,以恢复其在计算机行业的无所不能,而应该降低雄心壮志,专注于一个领域的成功。 Daniel Morgan说,从制造业撤退到专注于设计师最好的道路,这是AMD十多年前走的路。 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和投资英特尔的这位基金经理说, 你不能同时做多件事,因为这样什么都做不好。 Daniel Morgan表示,即使在生产技术为晶片增加了更好功能的行业中, 试图在设计和制造方面取得领导地位也太难了。 英特尔曾经是第一,他们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现在有三四家公司正在击败他。 在此背景之下,英特尔的削减开支行动仍在继续,日前英特尔以色列公司的员工被告知。 数十年来,英特尔一直为他们的手机账单提供补贴, 但现在英特尔将停止为开发员工提供补贴,他们现在需要自己支付账单。 此前,英特尔以色列公司于九月初决定,停止通过租赁公司提供公司用车。 电话费用削减将适用于英特尔位于海法、佩塔提克瓦和耶路撒冷开发中心的七千名员工, 但不适用于生产工厂的四千名员工。 据了解,英特尔以色列公司基尔亚特加特的生产员工将保留他们从英特尔获得的手机, 英特尔将继续支付每月的账单。 这可能是因为手机的使用对于生产工厂的工作更为重要。 此外,此次裁员也不会影响与客户直接接触的现场行销人员和工程人员, 以及为员工提供直接支援的数据系统员工。 英特尔以色列公司的一些管理人员将被允许保留他们的手机, 英特尔将继续支付账单。 与此同时,英特尔已经推迟了对位于德国马德堡附近的晶圆厂的300亿美元投资, 以减少财务困难中的支出,且该公司可能会完全放弃该专案。 这一发展将对德国造成重大挫折,因为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希望成为半导体的主要生产国。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的Alexander Steers表示, 最后,英特尔的成本削减措施必须有效,以确保其财务稳定。 但如果英特尔未能扩大其客户群,其英特尔代工部门未能获得第三方客户的订单, 它将不需要在德国再建一座晶圆厂。 到目前为止,该公司一直在努力为其代工部门争取第三方客户。 现在的重点是,英特尔的财务困境是晶圆厂建设延迟的原因。 在第二季度亏损16亿美元后,该公司宣布计划裁员15000人, 节省100亿美元,并缩减其他业务以恢复盈利能力。 英特尔德国厂专案的延迟引发了德国关于如何使用100亿欧元补贴的辩论。 德国财政部长、自由民主党Christian Lindner建议将资金用于解决预算赤资问题, 而绿党则投票支持将资金投资于气候计划。 德国政府尚未作出决定。 此前,德国晶圆厂专案预计将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 德国政府提供了99亿欧元的补贴来支持英特尔的投资。 他认为,这一举措对于确保数位转型行业必不可少的晶片至关重要。 例如,该晶圆厂可以减少德国对亚洲半导体制造商的依赖, 并支持其汽车行业,该行业越来越需要尖端处理器。 但随着德国汽车行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这一延迟加剧了该国更广泛的经济担忧。 现在,英特尔这一推迟建厂,对德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